大家好,又是我星星龍,職人吹水 很開心,放了陣子,這次真的會直接吹 有什麼好吹呢?之前做了一個紅豆冰,一個涼粉冰 外出,見到很多網友,有很多東西吹,吹一些昔日情懷 以前進去茶餐廳,真的會為冰,進去喝冰 但現在的飲食文化不同了 大家絕對不會進去茶餐廳,給二十多三十元去喝 喝一瓶奶茶便會 這樣吹回我自己入行的時候,做茶餐廳,冰室那時候 最多人喝的都是紅豆冰 其次呢,雜果冰或者菠蘿冰 你猜哪樣東西多人喝? 我可以跟大家說,雜果冰多人喝過菠蘿冰 那時候的冰杯跟這隻差不多 上高的冰杯相當之風味 現在就很難找到 這次就說回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茶餐廳的雜果冰 那些情懷 我們入行的時候,做雜果冰,做菠蘿冰 都會配色素 什麼叫做色素呢? 雜果冰的色素 叫做紅糖水 正式來說,它叫做石榴汁 現在這些石榴汁,在外面是比較難買到的 這些我也是托師兄弟和批發,和我買一瓶 這些批發價是五十元左右 吹完那些色素之外,吹了一些杯子 這些就之前,即是近年 那些可樂杯都是換回來的 我入行的時候,有一段時間做酒廊都存了很多 那些啤酒,毛巾,啤酒杯都存了很多 不過很可惜,搬過幾次房子之後 又遺漏了,有些就打爛了 因為以前的餐廳酒廊 做很多這類型的推廣都是送啤酒 那些周邊產品,甚至乎香煙 那時候的煙叫做駱駝 做很多野外推廣,最喜歡去露營的駱駝 有些駱駝,太陽傘,野外營燈,相當漂亮 可惜那些全部都遺失了,不然就拿出來和大家喝水 以前我還有一些毛巾的,生力加斯伯 那些酒吧的毛巾 現在就沒有了 那這些就儲了一些可樂杯 給大家看一下 這隻呢,整罐汽水的 這隻又不同,顏色,挺漂亮 這隻比較淺色 吹完杯,吹了一些紅糖水 至於菠蘿冰,菠蘿冰就很簡單 有顆菠蘿有顆冰就叫菠蘿冰 如果真的這麼簡單就不用吹了 那紅糖水就有石流汁 那菠蘿冰是怎樣的 我們那時候做菠蘿冰呢 用菠蘿的香精,混合色素 黃色的菠蘿的色素 那現在這些菠蘿香精可以賣呢 賣蛋糕的地方 之前在上海街賣蛋糕的地方 哇,那些人多到百多了,我迫都迫不到進去 所以又沒有買 那現在只要吹個雜果冰 雜果冰當然不少有雜果 現在這個品牌的雜果 都出了很多不同的雜果併配 這個我之前拿來做沙律 近期拿來做罐頭雜果沙律 這隻是相當好吃的 但是如果做雜果冰 大家買到最傳統的那隻 最傳統的那隻有些什麼呢 它的土味 它的土味有很多 有些車梨子 有些梨子 那現在我們就開了它 哇,這個這麼懷舊的罐頭 還可以開到,厲害 開了之後,我們放在一邊 剛才忘記了瓶水,不過不要緊 現在我們就開了一瓶紅糖水給大家看看 那這些紅糖水 除了用來做雜果冰字 還有沒有其他用途 當然買得這麼大支的石榴汁 當然會有其他用途 一邊做就一邊吹 我們以前做茶餐廳 雜果冰、雜果冰字 都是做這個底的 首先我們倒紅糖水 我們約倒百分一杯 倒出來看看那隻色 是不是很鮮紅、很艷麗 80年代的時候 有一隻雜果冰字 叫做Rainbow 彩虹 彩虹 有七隻色 七隻色之中 紅色就是最底的 大家猜猜第二隻是什麼色 大家猜到可以在樓下留下鹽 還有大家在80年代 喜歡的雜果冰 也可以在樓下留下鹽 和大家喝水 開了罐閘後 相當開心 為什麼 表面上全都是菠蘿 逆順勢 做一杯菠蘿冰 不然把菠蘿都放上來 最好是這樣的 我們以前在拉車 到一中途站 必定買一些冰菠蘿吃 大家有沒有吃過冰菠蘿 即是把那些圓罐的 車泰菠蘿 放在冰箱裡 冰成冰 相當之正 那些 即是炒單車 炒到很興 相當之消暑 菠蘿拿起了 其他這些 我們把這些 放進去 盡量 裡面的糖水就不要要 即是隔一隔 喜歡吃多一點 放多一點 菠蘿就放在一邊 如果有香精有色素 就加些在底下 然後加些糖水 加些冰 加些水 加些菠蘿冰 雜果冰是怎樣 都是一樣的 加些冰 加些水 加些糖水 如果雜果冰子 怎樣做呢 最好是做雜果冰子 但是 做什麼都好 都要先打一些碎冰 幸好家裡還有這些 可以打到碎冰的 這些碎冰 我公司用的當然是專業級 這些是很家庭式的 大家在家裡有攪拌機 都可以打碎冰 攪拌這個 最重要是壓住 慢慢打 可能慢一點 可能一把刀不可以打到 換一把雙層刀就能打到 剛才那把單層刀 如果大家用攪拌機 就不用太麻煩了 現在就 碎冰是最棒的 以前在茶餐廳 有些比較講究的 會有兩部冰機 我們這些餐廳有冰機 現在很少 現在大部份都拿冰 因為以前拿冰 沒有那麼流行 除非冰機壞了 我們才拿冰 多放一點冰 如果在家裡做 我建議大家 用汽水 最方便 不用再加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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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少許在上面 這個就是菠蘿冰 菠蘿冰 已經是菠蘿冰 在家裡做的當然是做滿一點 百分之百 給大家看看 漂亮不漂亮 除了一杯菠蘿冰 和正式茶餐廳的Food Punch 還有什麼 當然有 我們以前茶餐廳 除了這兩個 還有一個叫做橙雜飲 檸雜飲 還有一個叫做黑牛 還有一個叫金牛 知不知道什麼叫金牛 七里汽水 在家裡 加上蘑莉拿雪糕 這個叫做白牛 金牛 加上芒果雪糕 就是金牛 網友會問 你買這麼大的東西回來 只要一杯 其實這枝有很多用途 最大的用途 就是介紹給大家 一隻飲品 這飲品在80年代酒廊有些人會叫來飲品 那飲品叫Shirley Temple 英文我忘記了什麼 Shirley是SH-E-R-R-Y Temple不是紙巾那個 大家有機會去懷舊酒店 大堂Launch 有些菲律賓歌手唱歌 很多時候都會認識 現在新拍的可能未必會認識 我們80年代的時候 如果我們去酒吧喝東西 大家喜歡喝啤酒可以留意 當時我最喜歡喝的也有兩三隻 第一隻就叫做老少咸耳 除了Food Punch之外 有一隻叫做Pussy Food 當時那些酒廊很喜歡譯 譯成一個中文名 有些叫做波斯貓 有些叫做羅斯腳 很有趣 英文叫做Pussy Food 還有一些老少咸耳的Cocktail 有一隻叫做Pinacalada Pintacalada 是用椰子燈酒 椰奶的菠蘿汁 相當之好喝 另外有些叫做Pince No.1 Gas Looper 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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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如果喜歡喝酒的話 那時候喝什麼呢 Tecala 大家有沒有聽過Tecala 沒聽過 不要緊 有沒有聽過Tecala Pot 那時候用Tecala 用鑊杯 倒些Tecala 跟不冷的就出起 冷的就不出起 一下泡下去就馬上喝 好像喝二羅果之鹽一樣 出了以上文化 當時還有沒有Cocktail 用這隻紅糖水去做呢 剛才有沒有說過 有一隻叫做Pink Lady 紅粉佳人 不就是用這隻 Pussy Food也是用這隻 講開Food Punch 我們走廊的Food Punch 又不同的版本 這就是茶餐廳的Food Punch 一定有雜果 如果走廊版的Food Punch 就是沒有雜果 正式Food Punch 就叫做雜果汁 這個雜果汁 很多時候去下午茶的酒會 也會有Food Punch 現在跟大家分享一下Food Punch的做法 首先第一樣都是紅糖水石流汁 第二樣是菠蘿汁 這些菠蘿汁有什麼用途呢 吃早餐 吃早餐有兩三種醬汁 讓你選擇 有西藕汁 有菠蘿汁 有橙汁 第三樣就是橙汁 做這個也有一個既定的比例 如果大家有些外國網友在家裡做BBQ 做大食會 小朋友多的 這個我會推介給大家 首先我們先下紅糖水 分量 一二三四 為之一 紅糖水的比例 最少 接著 二 就是菠蘿汁 一份紅糖水 兩份菠蘿汁 熬混去菠蘿汁 再加其他醬汁 可以嗎 沒問題 其實是釋除磚便 不過我們那時候做的就是這樣 接著 橙汁 我們下三份 這些是不用混水的橙汁 就這樣可以淋 粒粒橙 接著 我們下冰 下一個冰粒 到最後 我們混合七 如果我們外面做的話 就會混合少許梳打水 我們就看看本身的甜度 接著 我們就拿出一隻 叫做雞尾杯 我們就慢慢倒下去 這樣 在一包頭 針定 一百幾十杯 在這裏 那些嘉賓 來到 拿一杯 這樣 就這樣 漂亮嗎 這次 都是和大家 吹吹陳年往事 那 這個 酒廊版 Foot Punch 其實我自己都很久沒有喝過 那 現在就很開心 做了一杯 來喝 看看有沒有時間 又和大家吹吹水 那 這個 當然是給小朋友喝 那 這個 就給我另一半喝 那 這次 主要說 昔日的飲食文化 和情懷 那 現在 很多網友都很喜歡喝威士忌 那 80年代 大部分 香港人 我敢說 都是喝 白蘭底 那 白蘭底和威士忌的比例 9比1 現在飲食文化不同了 現在 喝威士忌的人 又多了很多 那 現在喝威士忌 十個之中有七個 七個之中有三個 還在喝白蘭底 那 至於 紅糖水 那 我日後用來做啫喱 或者再教杯叫做 Sherley Temple 和大家吹吹水 其實我已經做了出來 如果大家喝過的話 就已經知道 在這裏 其中之一杯 就叫做 Sherley Temple 下日炎炎炎弄冰是最棒的啦 喜歡Food Punch的網友 就給我一個讚 我星星 喜歡茶餐廳 雜果賓子的網友 訂閱我職人吹水的頻道 波羅冰 當然加入我Facebook職人吹水群組 繼續吹水 大家喜歡喝什麼 在底下多點留言 今天分享影片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 下個影片和大家繼續吹水 喜歡就給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幫我星星分享一下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拜拜